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福隆建杖池堂 我是今天的叔叔 施俊杰 今天我要介绍经典粤菜老菜 咸鱼马蹄煎肉咸鱼 今天我们准备的食材有 香菜 葱花 北菇 马蹄 马有咸鱼 白表粒就是我们的猪油粒 搅肉 蛋白 胡椒粉 糖 太白粉跟香油 我们现在先切轻松 我们先把它切碎一点 香菜一样切末 香菜切在里面是 它可以提咸鱼的香气跟香味 广东菜也很喜欢香菜这个东西 北菇 一样切切切片 把它切细粒 北菇也是增加那个咸鱼的香味 马蹄比较难打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塑料袋里面 一样切碎 然后一样切碎 然后一样切碎 由于马蹄蛋有水 我们要把它压干 好 先把它拌均匀 然后开始加入我们的白表粒 搅肉 我先把它拌均匀 然后加入我们今天的食材 就是麻油鲜鱼 拌均匀之后我们调味 一点胡椒粉 带一点糖 带一点蚝油 然后一样剪搅拌均匀 均匀之后我们带一点蛋白 剩下它的黏性 搅拌均匀我们带一点太白粉 搅拌之后会感觉有没有黏 不够黏我们再带一点太白粉 因为等下我们要摔 让肉有 那个弹性 这样就有黏性 开始有黏性 这之后我们就把肉 搅拌均匀 捏你的手 那我们把它捏球 那我们捏球的时候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抹平 把它压平 变成像汉堡肉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压一下 等一下会比较好煎 等一下会比较好煎 我们把锅子打开 带一点油 它有白表力 所以我们不需要油太多 然后我们先把油用均匀 它有点像我们在煎的汉堡肉 那如果它比较厚的地方我们再压一下 趁現在還沒定型 把它壓一下 油溫不要太大 慢慢煎 然後這一道老菜它的鹹魚是蠻有鹹魚 是比較特別的鹹魚 只有在粵菜或是廣東菜裡面 比較吃得到的 然後我們就摸中間看它軟硬度 中間硬了就差不多是熟了 就把它煎到像這樣的金黃色 外面是酥脆的 然後裡面是有那種馬蹄的那種口感 然後香菜跟香菇的香味這樣 然後再把它開大火搶一下 讓它油逼一下油 我現在放在那個廚房紙巾讓它吸油 然後把鹹魚肉餅 我們把它擺上盤子上面 今天的鹹魚馬蹄煎肉餅完成 題目前的你們學會了嗎 我是今天的叔叔 石敬傑 福光見到慈堂 我們下次見 掰掰